这个好厉害 哥 谢谢北雪哥哥 哥 哥 你以后娶了月儿姐姐 还会保护我吗 当然了 你是我亲妹妹 我不仅要保护好你 还保护好爸妈 不让你们受到任何的伤害 好厉害 你这个儿子不光是新兴好 还是武学奇才 看来你们叶家百年繁荣 跑不掉了 老爷 交出神坤诀 我饶你全家不死 你是人 为什么打我爹 看好轩儿 赶紧带着孩子走 叶表头 凭你的自治 你配拥有神坤诀吗 把神坤诀交出 我保你身关禁绝 否则 你全家都得死 你忘想 神坤诀 还我叶家祖传武学制宝 虽然我天字鱼顿 无法修炼 那就算死 我也不会交给你 那你们就去死吧 我托住他 你们快走 他爸 妈 老爷 快走 踩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 带着孩子分开走 快 走 走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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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伸出来 妈 是他 姬姬 天天 是谁 他是 他 梅萱 你们分头跑 我现在把神昆诀一分为二 你们是死要保护好他 就不能让他落入坏人手里 否则将会生离图态 你们赶紧跑 不要回头 妈妈不要 我俩要混着一起杀敌 不行 敌人太强大了 记住 你们是七兄妹 如果几天爸爸和妈妈死了 梅萱 你答应妈妈 一定要保护好妹妹 答应妈妈 好 出生 妈 妈 快跑 妹妹 我们分开走 妈 别 放开 放开 黄雅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把神昆诀交给我吧 我妈说了 你们是坏人 我死也不会给你们 把神昆诀交给我 我不但放了你妹妹 还教你骑士武功 给你堂吃 是死也不能让神昆诀落入坏人之手 你爸 霍雅 我严 我严 我严肯 我严肯 我严肯带人去权下面搜 废物 下面是镇北王的地方 你想暴露我们的身份 让皇兄自放我们吗 给我派死神小兵去搜 一定要找到他们 是 儿子 你要看清楚 这个世界就是丛林法则 只要强者才能生存 弱者都得死亡 只要心狠手拉的人 才能坐到帝王的位置 我知道了 爹 乖 没想到 叶家还有这么美貌的佛人 大夏国北江的神武大将军来了 您不怕吗 哈 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 到了我这 一样要死 将军说得似 他哪比得上将军宁呢 他们南江北江只知道那道 大夏早晚是我们的 大夏早晚是我们的 神昆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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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大夏神威 战无不胜 神武大神军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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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每次使用神昆爵 都会遭到反射重伤 那倒是因为 我修炼了残本的原因 外界医父 匈奴危机 已经解除 击退匈奴 只是大功一戒 北江有你 真是苍天所赐 医父 您收缘我十五年 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医父知道 这十五年 你一直在寻找你的妹妹 现在 终于有了他的消息 医父 我们没在哪 有传言说 他在南疆 镇南王府出现过 但医父怀疑 这是一个圈套 镇南王 恳请医父恩准 让我去救他 可是现在 南疆北疆之间的关系不大 已经快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你的身份尤为特殊 不仅是我的义子 而是镇北的神武将就 身份一旦暴露 会引起南疆北疆之战 到时候 你的生命 也会受到危机 医父 我会隐藏身份 此次前去镇南疆域 我只是叶家的后人 我相信你 一定能安全救助你妹妹 然后你们抓紧回来 我们北疆 需要你 医父放心 你一定送去送回 书阳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只要你这一个局 救死我天皇 我也要救你 等着我 青蓝裂锋 王爷 你在暗中保护轩儿 轩儿有任何情况 随时跟我汇报 遵命 十五年了 终于被老夫等到了 这神昆节 就差最后一层了 叶卫玄 希望你这次南下 能够有所突破 到时候 你的所有功力 将会被我尽收其中 王爷 我的两个孩子 找到了吗 我的两个孩子 找到了吗 还没有 艾飞 十五年前 我把你从叶家的标学 救回来之后 我就一直派人 在寻找他们的下路 你放心 只要一有消息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谢谢王爷 可是你软禁了我这么多年 虽然好吃好喝的共产 可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你还是放我走吧 若云 我这么多年 对你的情谊 你怎么就不知道呢 我疼你爱你 照顾你 这怎么能软禁呢 你对我好 我知道 可北璇和婷婷是我的孩子 我必须要找到他们 我有预感 最近他们一直在找我 王爷 求您放我出去吧 放你出去 你知道外面的局势吗 现在匈奴 定在我南疆 虎视眈眈 还有那个匈奴的国师 神鬼莫测 艾飞起来 他们都一直在 给予你们叶家的神昆瘸 而且 如果一旦放你出去 你会有性命危险的 艾飞 你真的不知道神昆瘸的狭落吗 我还需要神昆瘸来保卫我们的南疆啊 我真的不知道神昆瘸在了 我要是知道 我早就给你了 没关系 这么多年我还是相信你的 没事 天气凉了 注意身子 我还有事 就看见 对你这么好 现在还是不肯告诉神昆瘸 十五年了 贤儿 婷婷 你们到底在哪啊 这些年 我一直起身在老五 就是为了活下来 和你们相聚啊 你心里开始痛 妹妹 难道是你遇到了什么危险吗 等着我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十五年了 叶本雪 我拿神昆瘸来换你 是不是他亲妹妹 是不是 你这种小人 老死也不会做到神昆瘸的 王兄 王兄 据此神小队来报 神昆瘸 疑似在北江出现 使用此宫的极有可能 就是那叶北玄 我哥还活着 十五年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王兄 他人在北江 我们该怎么办 放出消息 就说我儿无罪 要去业廷廷围棋 好 我死也不会嫁给你们吴家人 你放弃吧 叶北玄知道他的亲妹妹 要嫁给震南王柿子 你说 这会不会出现 你无耻 你无耻 只要引出叶北玄 我就能得到神昆瘸 这个天下 只能姓武 王爷 今儿怎么增加了这么多护卫 今儿本王有份大事要办 这么多年都没完成的事 你就在这看着这场大戏吧 真是大戏事 好久不见了 今天来送送喜庆 陆月儿送贺礼到 月儿 哥 谢谢扁轩哥哥 十五年不见 长这么大了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时辰到 好 好 好 恭喜 恭喜 好 静静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这是我的女儿 五天霸 十五年了 原来这十五年 你一直都在骗我 放开我 放开 你可骗子 放我出去 我骗了你用什么 我一会儿就会放你下去 你可混蛋 还不是因为你 给我神昆瘸 要不然我哪用这么做 你可我要放开 静静 静静 给我听清楚了 你不交出使坤绝来 我就让你的宝贝女儿 天天都是我儿子的柔力 都说女人结婚的最好看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不醉 你再换我 我就要神自尽 还挺了 没关系 晚点 我就让你越先越死 就不敢我叫爸爸 骂子找死 输救我 陆月儿 你是想要你们陆家在南疆出名吗 今天我来就是要救出婷婷 和你做一个了结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 月儿 是你吗 是我婷婷 我最近才知道你被关在镇南王府 我来救你 废话真多 既然你们陆家如此名闻不灵 就送你戒严吗 你是谁 小命的人 你是谁 要我命的人 吴伟 原来曾经的一切都是你们镇南王府干的 十五年前 你为了神昏君杀我全家 今天我要让你学着学生 原来是你 叶北璇 终于看出来露面了 不当锁头误会了 叶北璇 你终于看出来了 北璇哥哥 真的是你 哥 哥 别闹 你快跑 你快跑 快跑啊 这都是陷阱 是陷阱 看到你的儿子和你儿子高不高兴 开不开心 若云威娜 只要你肯把神昏君杀给我 他们就还能火 看着他 老师 叶北璇 交出神昏君杀 我就让你们兄妹团聚 做梦 你杀我爹娘 今天就是你的死气 优优独播剧场上 行龙出世 生生不息 白虎降临 便高请杀 朱雪重生 烈火焙烧 血无之手 坚弱凡食 这是诗传已久的昏龙锁 没错 就算是陆地闲仙被困住 那也没死 这就是你的哥哥 那不怎么样 再不是像王八一样 被我们捆住 认我们宰哥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哥迟早会把你们圈子都杀了 叶北璇 交出神昏君 我就放了你们兄妹 我罪 你个无耻小人 我会信你吗 亲亲一场 你这样说我就没意思了 罢了我相信你会冲冲交出来的 你 天天 你又就冲我来 叶北神 叫住神昏君 就放了你们兄妹 说到做到 哥 我都叫 千万不要叫 你叫了我们都会死的 我让你说话了吗 无罪 你个王八蛋 为了神昏君 你们值得吗 说 你在哪儿 值不知道 我求你 罚了我儿子和你儿 我真的不知道神昏君在哪儿 交出神昏君 无罪 我要杀了你 说 他要杀了我 叶北璇 你可是真冷血呀 好 我现在就给你加一把火 我一掌 天天 既然你跟我跟着不来 放去 那就是让你赢了 天天 你当着武林名门和南京百姓之面 赤脚走的铁板 嫁给我 我就放了你 兄妹 天天 我现在把神昏君一分为二 你们是死也要保护好他 就不得让他落入坏人手里 否则将会生灵土 你们赶紧跑 不要回头 怎么 不好做决定吗 说 哥 无罪 无罪 你身为镇脑王世子 守护整个南疆的子民 我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 说到做的 好 我走 把圈子 把圈子撩起来 我要看到你的脚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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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吗 你妹妹的小阵阵呐 你妹妹的小阵阵呐 妹妹 我一定能够突破 打破神魁杰的凡事 说 什么 你在哪 说这样我就能放了他们 说 说 就再给我老老实实在看着 看着 我让你看着 因为你 我说 你的儿子和女儿 还要承受多大的疼苦 叶美玄 看到了吗 现在你还不交出神魁杰吗 天天 他不会信守承诺的 给我老实点 再被换也让你走一走 我醉 我要抽了你的劲 喝了你的血 你交出神魁杰 他就不会受这个罪 都是你 没劲了 心魂之日 这可不行 我来给你 加把劲吧 装死 我给你上一剂猛药 不要打我哥 不要打我哥了 我走 神魁杰 神魁杰为什么不犯事 神魁杰为什么不犯事 神魁杰在肯定 我现在可以嫁给你了 你该信守你的承诺了吧 你该信守你的承诺了吧 你敢信守你的承诺了吧 杰先生 你敢真能忍呢 是王八的吧 既然你不肯交出神魁杰 那我就在全武林面前 办了你妹妹 我看你能惹到什么时候 无罪 结婚 怎么能不动房呢 把就地动房 完事之后 我就履行我的承诺 你不受承诺 你无耻 废话可真多 对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到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结婚可算好紧迫 我看清楚了 要不然就把神魁杰交出来 要不然 尽刻着你的女儿当中被羞辱 谁哪一个都是你自己选的 别怪我 没给你选择 你看 这就是清歌 看着自己的亲生妹妹被人玩弄 她也不会把神魁杰交出来 叫是个懦夫 你这种卑鄙小人 我哥是绝对不会把神魁杰交给你的 叶北修 既然你们兄妹如此不是好歹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先行相用了 叶北修 看样子这个办法 你是不会交给神魁杰交给你的 那就再逼最后一把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好前路上做办吧 收 杀了他 我就别怪我了 神魁在此 再见 这就是神魁杰 这就是神魁杰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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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神魁杰 神魁杰 果然厉害 我一定要得到他 喂 当年你杀我爹娘 现在我就让你宣战现场 这就是神魁杰 你当年是什么 这人 神魁杰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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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在哪 我说 我告诉你 我给你叶家 准备的可不止这些 你听清楚了 问不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一定要得到神魁杰 一定要 哥 哥 天天 我们走 哥 哥 你没事吧 雷炫哥哥 天天 我给咱们爹娘报仇了 走 好 易北宣 你还想走 以下犯杀 杀南疆周辰 你以为我们真男王府 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有脸说 我为他杀我爹娘 你怎么不说 你少来 当年的事情 谁看见了 但是你今天杀 海南疆周辰 大家都看见了 对不对 是 可笑 你们这帮流血拍马的重宠 易北宣 你今日之所作所为 是对真男王的不敬 是对整个南疆的不敬 这位好侠 如果我们今天放纵他 整个武林 甚至整个大厦 都会唾弃我们的 说 该不该放纵他 不 好 看来今天到场的 都是光明正大的 北林正派 那我们更要为江湖 做出表率了 对不对 对 我江北派正义 我星辰阁高斯 请教业北学 我阵营权王冲 我狂风帅大张 我灵秀和群北 请教业北宣 我们一起 请教业北宣 好 好 好一个南疆武林正派 那就一起上吧 好一个南疆武林正派 那就一起上吧 谁敢动我主人 主人 星达 列宫 你们怎么回来 属家报名 才来保护主人 北宣哥哥 他们两是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我认识他们两个 他们是北疆 两位战神 他们二人合力 可第一支军队 在北疆还没前舞 北疆的人 叶北宣 你果然是叛国者 注意好想 诸杀叶北宣者 赏千金 奉万户豪 杀呀 主人 我们走 走 今天谁也不能走 刘青梅 叶北山 这个可是南疆第一名战神 一手身边使得出神弱化 在匈奴百万雄师威功下 失去十八名匈奴大将士的集 能死他成下 也不算埋没你吧 北宣哥哥 这个柳千梅可不简单 田田 你还能撤得住吗 哥 我没事 不要管我 星达 李峰 你们两个手 和月儿的田田 主人 你身上有伤 这儿交给我们 你带着家人先撤 无自量力 快 终于得到这一刻 我带你下去 走 叶北玄 你们看看这是谁 玄儿 婷婷 娘 若云 我说到做的 我让你们相识了 这是吴天霸的陷阱 你们快走 吴天霸 你个王八蛋 叶北玄 不要再做吴卫的反抗 交出神坤诀 我可以让你们一家团聚 如果不交 那你们都得死 玄儿 死也不能交 让你说话了吗 吴天霸 我杀了你 叶北玄 神坤诀那么重 娘还重要 还是说 你想当众 看着我心如你娘 你们活蛋 吴天霸 你个王八蛋 你帮我娘 你个王八蛋 我可以帮你把神坤诀完善成完整功法 你们分头跑 我现在把神坤诀一分为二 你们是死也要保护好他 却不能让他落入坏人手 不行 你强行把残业给你哥 你会受到双倍反射的 天霸 不行 天霸 不行 哥 这是唯一的办法 不要 不要天霸 不可以 天霸 哥 你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不要 不要天霸 不可以 天霸 天霸 哥 你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要照顾好娘 天霸 不行没 快 天霸 不是他 不要让他们柔和 快 天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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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天霸 我杀了你 我明明已经吸收了全本的神棍权 为什么还会被反噬 叶白虾 你不过如此了 我天报 你这个无瓜蛋 放了我娘 放了他 他可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可舍不得放 我天报 你无耻 我无耻 这十几年你在我身上一歇一丝的时候 你怎么没和我说我无耻呢 要不是为了找到我儿子和女 我怎么会委身于你这种小人 八娘 你可不许这么说 这全府上下无人不知 你在我爹身下是夜夜成欢 全府晚上都贴得汁汁的 多少小子都靠你那浪叫活着呢 我死 你给我住口 主人 下来啦 北璇靠靠靠 叶白璇 你可知在 祖宇 我天罢 你少给我靠帽子 今日 是我儿子大喜之日 你竟然跑来闹婚了 而且还以下犯上杀了我的胞弟 作为兄长 我找他报仇 应不应该 杀人偿命 再应该不过了 敢在王爷会上闹事 那不行该杀 我为杀了我爹 他就该死 我天罢 你作为幕后黑手 你给我该死 我该死 那你不为了我为何要灭了你们夜家 夺了那沈昆泉呢 你 什么意思 我乃南疆之王 我要为整个南疆负责 这些年 我的心里做的都是百姓 百姓还是百姓 我所谋的是南疆百姓的富裕 我所谋的是南疆的菜 这些我可有做到 王爷一心向着百姓 这点我们可以做上 王爷为南疆操劳一生 是我被凯诺 一群臭乱乱下 有也无中的蠢货 想就是被你们这群人闹得极权不宁 吴某 有幸得到大家的支持 才能将我们南疆发展到如此地步 但是有些人 他希望我们南疆亡了 你们夜家 私下攻击匈奴 密谋叛卫 现在被我发现了 我灭了你整个夜家 有何不可 你胡说八道 夜家 世代忠良 是你无险我们夜家 我先 当年面临夜家之时 知悔改 我们可是看见了 匈奴俘虏 把夜家和匈奴所有的交易 全都交代了 要我说 夜家有如此勾当 就该千刀万剐 你当然不承认了 你们夜家 勾结外族 人人正人助治 又不是王爷心善 你们这些夜家余孽 早该千刀万剐了 想到现在 就说 你们就应该给王爷 给整个武林 给整个南疆道歉 跪下 交出身快去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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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做梦 你们这群 不分善恶 助纣为虐的蠢货 你们才应该 给南疆的百姓 给整个大厦 跪下道歉 好 有答案 叶北贤 神坤绝 那是武林质报 不是你这种叛徒家族 可以拥有的 给我交出神坤绝 雪儿不能交 我们夜家 实在守护神坤绝 你愿自己牺牲 也不能交 实在守护 他都要把神坤绝 交给匈奴了 还有脸说守护 叶北贤 交还是不交 我们以前不会 我更不会把神坤绝 交给任何人 叶北贤 你可想好 无罪 无罪 你给我混账 你要再替你做什么 叶北贤 既然你娘的命 不知什么决 那嫁衣给你妹妹 奴童呀 闭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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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罪 你个王八蛋 你有什么招数 都冲我来 放开我女儿 八娘 我的招可多得很 可是你的儿子不在 无罪 你个卑鄙小人 卑鄙 还有更卑鄙的 今夜是和姐姐的大婚之日 我们怎么也得来这儿 回报之乐呀 你给我住宋 你给我住宋 不愧是我交出来的好儿子 叶北山 给我交出十块绝来 只要你交给我 我可以给你破钱的荣华富贵 我可以让你 除非南疆 除我之外的第一人 这种威逼小人 根本就不配用神坤诀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别过来 娘 我爷 快劝劝你的好儿子吧 只要他肯把神坤诀交给我 你啊 还有你的女儿 都不用再受罪了 叶北山 救还是不救 你走吧 再拼一次 别想了 就算是死了 也不能交出神坤诀 咱们又来 这些人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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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非山哥哥 嗯 嗯 嗯 啊 啊 啊 江哥 叶美玄已经游进灯窟了 交出神魁绝 我依然可以放你的家人 你不做 我们叶家人 誓死守护神魁绝 求我 不 娘 叶美玄 你根本不配拥有神魁绝 这个世上只有我 我让他的实力 把揮到极致 交出神魁绝 我就是死 也不会交出神魁绝 永丸不灵 哥 叶美玄 脑子的耐心是要陷的 要不然交出神魁绝 要不然交出你的命 要不然交出你的命 哥 你快走 不要管我 你快走 你看看 你哥在我爹脚下 就是一只老野 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 吴天鲁 你这个无耻小人 你放了我儿子 我远 这十五年我疼你了 给你锦衣玉石的生活 早从来你还是一场夜战的狗 不过是给我变了个祈祀路子 换了我十五年 那这么说 怎么都做了十五年的夫妻 你太无情了 你只是让我恶心 既然我十五年的努力 都活不来你的真心 既然这样 我就送你去见你那个死鬼男人吧 你休想伤害我娘 是 就凭你 老爷 老爷 求你别伤他 好一个母子情深 好 看在咱们夫妻十五年的情分上 我就让你们母子 好好聊聊一言 去 娘 雪儿 娘 娘 都是雪儿不好 让你们受了十五年的苦 现在也没有办法救你们 出去 孩子 我怪你 都是无天把这个恶人 都是恶人没有 雪儿 你甚至替我说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 你一定要爱我说的尽做 好 雪儿 杀了我 杀了我 什么 杀了我 杀了我 什么 神棍权是咱们野家族被遭遇外敌 权足面临被途径时领悟出来的 悟空心法 修炼而成 犯蛮本身 神棍权 深棍权 神棍权才能打到蛮迹 才不会被凡事 才能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 这神规矩 怎么会是这么邪门的功法 夏儿 你现在没有时间自己突破了 你还杀了我 不 娘 我就是死了 我也不会伤害你 你听话 你真要杀了我 突破神规矩 你才能带姐弟和月儿他们离开这里 你听话 你听话 娘 我怎么可能为了自保 我牺牲掉你的性命了 哥 如果真的要用亲人的心 那就要用我的吧 有气 真是有气 无天宝 你要干什么 我当然是要 看看你突破了神规矩之后 能有多力 我更想看看 你是先杀你 还是先杀你妹 你做梦 我一个也不会神 夏儿 你快杀了我 快呀 我 娘 我不能杀你 废话太多了 夏儿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上限 如果你不交出神规矩 那我现在就杀了他们 你 你 别动 别动 夏儿 十块钱我骗你 十块钱我骗你 早给我不就完了吗 拿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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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规矩 不能交出去 娘 娘 你 你现在已经沾了严家的心 记住严家族序 神规矩 神规矩 绝不得露出坏人之手 我 孩子 我 孩子 你 出界吧 娘 娘 若元 你死都不愿意给我神昆拳呀 好啊 那我就让他们给你陪葬吧 神昆尽决 光剑如我 破碎神昆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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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神昆决的力量 这就是神昆决的力量吗 这一拳 是被你杀了的爹 和你一家全族 这一拳 是为了被你霸占多年的娘 这一拳 是为了被你欺辱伤害的田田 这一拳 这一拳 是为了难教 无数往死的百姓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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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哥哥哥 proced 哥 Rechts 我终于给你们报仇了 爹 娘 他们在天之灵一定会安息的 叶玺轩 你别过来 我能当我 我醉 这些年你为虎做成 欺负我娘和田平 我根本就不会让你活着离开 慢着慢着慢着 石剑 石剑 什么意思 石剑 婷婷 到了 到了 这是我爹收起的提毒 三日之内没有解药 就会常穿堵烂 复仇而死 求求解药 你等我傻吗 这种重要的东西 我会放在身上吗 求求你就夹死我 让你妹妹和我一起在身边做饭 解药在哪儿 你不敢动我 你也不敢杀我 只有我在的救你妹妹 我才有解药 我就喜欢你这种想干死我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砰 我终于了一些我爹的感受了 这种掌控一圈的感觉 这种掌控别人生命的感觉 说 爹北轩 我还得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杀了我爹 我怎么可能提前要这种滋味 你就是个别人 从没法子 弱肉强是最够如此 弱点 只要抓住别人弱点 就一点 无论他是多么厉害的强者 就能认我宰割 你 情人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亲人 你和他弱点都是亲人 只要你们情人被拿捏了 你们就会被拿捏死死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 没注意到你醒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你已经没用了 我做一个超级大真相 你以为你爹是叶美玄杀的 是吧 这个消息是假的 什么 五年前杀了你爹的 是我父亲 真男王吴天霸 我相信 青梅 五年前我父亲杀了你爹之后 想要你为他所拥 于是他就说 是叶美玄杀的 这五年 你却为我们 动了一条很好的狗啊 让你咬谁就咬谁 是也不是 你到底想怎样 玩够了 叶美玄 我在后山地牢等你 三个时辰不斗 你妹妹的命 就是大陆金蝎也救不回来了 美玄哥哥 停停 停停 我已经护住了 停停的心脉 你们帮我照顾好娘 还有停停 我现在就去后山 对不起 叶大哥 是我错怪你了 我还 叶星辉 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 都是吴天霸的错 你们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我现在必须立刻去后山 停停的毒 不能走 我该给你一起去 后山我比较熟 我能帮你 无论如何 这件事我都有责任 我就用我的方式来帮你吧 让我弥补一下 好 奇怪 今天这里怎么没有人把守 这里有古怪 咱们小心行事 这里还是这么潮 我把灯挺亮性 北玄哥哥 我喜欢黑灯瞎火的 七妹 你说什么 我说 你真是个小坏蛋 什么 我说错了吗 你明明有未婚妻了 当初还一起约我 看月亮 赏星星 七妹 你这是怎么了 到了北京 你还有两个 那么好看的女护卫 你可真是个小坏蛋 七妹 你到底怎么了 北玄哥哥 我不介意做你的二房的 叶北玄 你居然敢去全老年的冲吻 你居然敢去全老年的冲吻 这里有古怪 青妹 你冷静一下 当初在封建山庄 你怎么不冷静一下 好 这两个古怪 不要中计 你居然敢对我出手 受死吧 青妹 青妹这是怎么了 现在又有这个奇怪物件 广告说 恐怕劝不醒他 水灰山洞 你是不是男人 该怎么唤醒他呢 渣男 倒是说话呀 二房不行 送你三房也可以 你要是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得对了 你混蛋 青妹 你听我解释 刚才也是意识情景 所以我才 舍平了 我们两个互不相亲 刚才 你先说 那我先说 这屋里有古怪 这武器中 大概是有什么迷药 我在军中 接受过控制呼吸的训练 才没被干扰 刚才 我也是意识情急 所以才出此下策 可你 和我是醒醒的 青妹 你说什么呢 什么人 刚才 刚才 你搞的鬼吧 说话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青妹 此人有古怪 不要过去 啊 大学展龙诀 这是我们柳家的招式 你究竟是什么人 咱们会特选展龙诀 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冲剧 恭喜他没有效果 我们该怎么办 他一定有若天 我就不信 我只不服你 爹 你用庄主 爹 你用庄主 爹 你还活着 爹 我是青梅 你看看我 我是青梅 你的宝贝女儿 你杀我爹 青梅 他现在根本听不到你说话 别过来 相信我 我一定能唤醒他 我一定能唤醒他 爹 我从小就没有你 从小 是你把我养大的 你不可能不记得我 青梅 别过来 爹 你还记得吗 我十八岁成人那天 泪成了大学展龙诀 你说 你要给我比武招七 你还跟我开玩笑说 赢我的功力 只有叶大哥才能取得了我 爹 爹 爹 我将知道 你肯定不会忘记我的 青梅 我已经不记得你了 你冷静一点 不会的 不会的 我爹不会认不出我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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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如此 爹 怎么回事 你迪他被人操控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听人说过 匈奴有个艺人 擅长障眼法和迷魂阵 还收集千年寒动的周思智诚思线 操纵别人的行动 等的还撑不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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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你 爹 过来 爹 爹 这根针连着他的心脏 是你的剑块 还是我的手块 来 杀了我 我要让这个老东西为我赔造 你可真恶毒 恶毒 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 恶毒是至高无上的称赞 北疆神武大将军叶北玄 是我 又如何 是你 一刀将我师兄的头砍掉 叶北玄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你们欺辱我大下将军 欺辱我大下百姓 我该闭上 说得好 不愧是神武大将军 我听说 神武大将军的神昆剑诀 绝世无双 仿佛战神在世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我可对你的神昆诀不感兴趣 只要你爬过来像狗一样 把我的脚舔干净 并且把我伺候好了 我可能会放过这个老头 你这个憋态 是让你说话了吗 你别吓我爹 我求你别摇了 我求求你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别摇了 做什么都行 好 那你杀了他 你说什么 杀了他 你就能救下你爹 怎么 很难选吗 爹 你爹现在心脚痛得要死 像无数个小刀同时拉住心脏一样 好痛好痛啊 等着他的乖女儿敬他呢 叶大哥 我不想的 叶大哥 我不想的 去 杀了他 杀了这个臭渣男 你就能和你爹团圆吗 怎么 你爹的命 还比不上你的好情房 杀了他 你爹就不会再痛了 快 动手啊 没有 不要 你不要听他的 柳桌主 柳桌主 爹 这么精彩的奉你告别 真是太感人了 爹 可惜了 这么好的采练 可千杀的臭丧 爹 爹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爹 秦妹 爹爹 已经快不行了 不 爹 你先别说话 爹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爹 爹 相信我 爹爹 已经被他们控制了这么久 早就是不忍不轨的废人了 不过爹 爹能在临死之前 才看见到我的小青梅 我 知足了 爹 爹 是女儿不孝 女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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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兴 爹 还有 你已经找到心上人了 对不对 好啊 这样 爹爹也能放心了 就算有一天 爹爹不在了 青梅 也能 快快乐乐的 不 爹 青梅不能没有你 不能 青梅 你记住 你一直 是爹心中的脚 爹爹实在是 太困了 你要 先睡会 不 爹 你别睡 你别睡 青梅还有好多话没有跟你讲呢 爹 你醒醒 你先起来 我跟你讲 爹 爹 你醒醒 醒醒 醒醒 去吧 走 叶大哥 紧要的事就拜托你了 我想在这里多陪陪我爹 好 我很快就回来 爹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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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儿 你对月儿做了什么 叶北轩 这里每一个人 包括我三奶 都与陆月儿结下了头伤诅咒 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受的伤 陆月儿都会承受双倍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可是神武大将军 我可得放了点 北轩哥哥 别管我 杀了他 就提天的箭要中在他身上 叶北轩 这荣华四义的小美人 你舍得了吗 不错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每天都在想 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是什么人 最近我突然就想通了 我要把他变成一条母狗 你看这条小圈 和他配不配 不错 你放了他 来呀 杀了我呀 杀了我 就看他到地府 到夫妻 你给我滚 只要你放了他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啊 叶北轩 你跪下 北轩哥哥 不要 鬼小 你真的会放了他吗 叶北轩 又给我打下皇家的遇见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希望你说话算货 我希望你说话算货 北轩哥哥 我今时不愿 万事才会 小死 没那么让你 现在星星你也看到了 只要我高兴 没有什么不能商量的 但是我不高兴 叶北轩 小爷我现在就想看你跪下 你到底跪 还是不跪 我叫你说话了吗 说 还是不跪 你不跪可以啊 那你就看我 剩了这只小母狗 你把他喜欢看嘛 就让你 看个痛快 再怎么尽尊于归的女人 我靠了衣服 也不过是个贱人 那我先玩个痛快 再就给兄弟们累了 最后再杀了位狗 你 再敢动他 我杀了你 来呀 杀了我呀 来 杀了我来呀 你杀了我 我就跟着你为婚妻 都抵护到夫妻 看看吧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 十五年的男人 为了什么狗屁尊严 连你的清白和姓名都不要了 尼贝萱 鬼还是不鬼 好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好我鬼 尼贝萱 你不是很厉害吗 爬过来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还跟我讨价还价 好 我爬 大将军跑不动了 下架撩撩撩 大将军跑不动了 下架撩撩 大将军跑不动了 来 给我使劲打 赶着怕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说 你个杀千糟的话笨蛋 杀千糟的 我喜欢这个称呼 来 给他加点料 今天就算他能逃离这里 也不能活着离开这镇南城 你居然还活着 今天就算他能逃离这里 也不能活着离开这镇南城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居然还活着 你跟柳青梅 费了这么大力气 杀死的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影子 什么 大人 你个废物 怎么还没有拿到他的兵符 兵符 原本这才是你真正的图谋 大人 这小子 亲手杀了你的兄长 我是想着 往年出了这口恶气 所以才耽误了一点时间 大人 我现在 马上解过了这小子 坐了身上 搜兵符记卡 我罪你真是条好狗 我天罢死了 你就跑过去给匈奴人当狗 这叫实误者为俊杰 我只是顺应大事罢了 只不过 你不懂这个道理 我罪 你个卑鄙小人 原来你从事始终就没想过犯过我们 陆月儿 你失忆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你 叶北轩 现在镇南城已经被匈奴大军战了 你实际的话 就乖乖的把兵符交出来 我还能留你条全屎 呸 你做梦 呸 你做梦 那就别怪我 不客气了 慢着 大人 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仔细看一看 神武大将军 长了张这么俊俏的脸 我喜欢 你这个匈奴妖女 我会干什么 你要对比双哥哥做什么 当然 这小子可厉害得很 你怎么 我做的决定 岂让你这条狗来质疑 这张脸 胸肌 这气候 真的是不错 放开我 难道 你就不想 和这个小妮子 写出阻证吗 你想干什么 做我的男人 你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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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北神 别不是好胆 你知道这位是什么人吗 我只知道 她是个匈奴妖女 她的族人 在战场上杀了我无数的大厦将士 而她 我亲眼看着她玩弄人心 折磨武林前辈 她视人命如玩物 你好了解我 很少有人能把我的优点说得这么肯强有力 我更喜欢你了 你个变态 你才变态 这位可是匈奴的国师大人 那匈奴大王将对她恭敬一样 叶北神 你能做国师大人难逞 是你八辈子修兰的福气 你就是那个手段阴损 杀人如麻的匈奴国师 叶北神 你敢对国师大人不敬 想想跟小伯人 叶北神 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跟匈奴妖女 你又打的是什么鬼算盘 你不是 你不是死了吗 没想到吧 费了那么大力气 杀死的只是我的一个影子而已 我杀了你 你这个妖女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做我的男人 帮我们匈奴 拿下大象 至于他 还有那个小妮子 你愿意娶谁 就娶谁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 一切都好商量 你想得没 男人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要不要从了我 就算我死 我也不会背叛大象 那就算了 既然这样 那就杀了他吧 是 你这人 真不怕死 就是死 你不会让他们 杀害你 真是个废物 这么粗心大力 让一个中了诅咒的人 自杀 直接破了铜伤诅 月儿 你怎么这么傻呀 月儿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你自己考虑好自己 你们两个都不会活着 就你这胆子 能成什么事 这次我可是冒了好大的风险 你可一定要帮我 多美严解决 最后的计划 你都计赎了吧 当然了大人 一定不会让那位失望的 以后 你就是 胜男王 谢主任 谢主任 这本雪 怎么走这几乎 这回答 这事了 快跑 这是 五天霸 你们大吓人 真会大惊小怪 只不过是一具尸身傀儡 等你们死了 也跟她一样 这个妖女 你究竟还有多少外门邪道 我还有很多 让人欲罢不能的手段 只要你愿意 我会一样一样的 在你身上试过来 可以试试看 这么之间 我好喜欢 真的 让我欲罢不能啊 亲爱的 我今天就告诉你 什么是 真正的无惧之事 没有痛感 没有畏惧 真正上了战场 即便是战神在世 都打不过这样的军 你只是用为人性 你天而行 我就是天 我让谁活谁就活 我让谁死 谁就得去死 我让谁死 谁就得去死 你这个疯子 疯 如果未来大厦人知道 攻下北疆的 将是一具具尸体 你说 他们会不会疯啊 你怎么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的梦 不止这些 不光是他 我还让你变成无惧傀儡 让你押着你手下的兵 去攻下正北城 等那个时候 正北王的脸色 一定很精彩吧 就把你没命活到那个时候 亲爱的 那你就来试试吧 他和我爹一样 被控制住了 妖妮 拿命来 妖妮 拿命来 不 不要杀我 我可是匈奴国的国士 如果杀了我的话 必须引起两个国家的战争 你以为我们大侠 会怕你们匈奴国吗 你杀了我爹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不 叶北玄 你不要杀我 我会好好伺候你的 我会有一万种办法 让你体验 人间的极乐 丑不要脸 叶北玄 你好好看一下 难道 我不比这个男人婆 更有味道吗 你以为北玄哥哥 会中了你的阴谋吗 我会有什么阴谋呢 我这么喜欢你 难道 你不喜欢我的肉体吗 事到如今 你还在执迷不悟 你杀了我爹 我要杀了你 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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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你怎么来了 弦儿 快把神昆诀交出来 义父需要他 义父 你说什么 弦儿 现在南疆群龙无首 正是我们拿下南疆的最好事迹 而你的神昆诀 正是我们最为需要的戾气 有了他 我们将无往不利 义父 我知道北疆需要神昆诀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交出神昆诀 因为神昆诀已经跟我人为一体了 是吗 那太可惜了 既然这样 那老夫 怎能自己拿 没事 走走 走开 义父 为什么 义父 为什么 为什么 要怪就怪你 不交出神昆诀 我本来一心一意对你 希望你早日成长 把神昆诀交出来 但是你不为所动 现在北疆有这么好的机会 你还是不交 所以老夫 只能自己动手拿了 难道这么多年 你收养我 陪养我 都是为了神昆诀 我从开始救你 就是要自己练神昆诀 这个功法 天赋不高的人 是没有办法再进步的 当时的神昆诀 只是一个残本 烈烈没什么用 那你现在 你将神昆诀大成 也可以交出来了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一个很好的养父 是一个很好的王爷 但是我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骗我的 你给我闭嘴 雷轩哥哥 快把神昆诀交出来 因为老夫的魔柱就是 需要神昆诀这样的功法 才能做老鼠的大成 你竟然练了邪功魔咒 你竟然练了邪功魔咒 你这小丫头 居然还有些见识 雷轩哥哥 他这魔柱 必须吸取人的功法 和内力才能完成 就是因为 这修炼手段过于残忍 早算交货 杀人人很大 可是 这功法早就消失了 三十年前 魔教被灭 很多功法都消失了 也包括老夫的魔咒九世 老夫也在机缘巧合之下 才获得了这把神功 神功 你这明明是邪功 武功没有什么好坏 只有使用它的人 是否把它使用到了对的地方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和当年的魔教有什么区别 不 有区别 有很大的区别 这些魔教 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蝼蚁 而我 是个天下汤生考虑的正备王 你埋着的人意道德 心里面想的 全都是自私自利的肮脏想法 你不配当正备王 你也不配拿到神昆菊 你连魔教都不如 你也不配拿到神昆菊 你连魔教都不如 你给我闭嘴 老夫的想法 其实你这个小丫头 骗子能够理解的 居然拿我跟那些魔教 黑群蠢祸相比 义父 我最后再教你一生义父 收手吧 你想要收服南疆 你想要驱逐匈奴 这些我都可以亲自上针帮你完成 只要我有了神昆菊 这一切我都可以自己完成 乖乖的 把神昆菊交出来吧 这就是神昆菊 我感受到的力量 神昆菊 马上就是我的了 你知不知道 神昆菊有一个秘密 你说什么 神昆菊是智能工法 天客一切先碎 怎么这么痛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对您做 你练的是魔教的 邪功魔咒 这么多年来 你一定吸收了非常多的功法 这些功法 都是相互克制的 是你的魔咒压制着他们 现在 你又吸收了神昆菊 神昆菊在攻击你的魔咒 你体内的内力 自然会一片混乱 神昆菊 雪儿 我好痛苦 雪儿 救我 救我 不是我不救你 从你吸收神昆菊的那一刻起 这一切 就已经无力回天了 卫生哥哥 没事 卫生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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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死 你要是死了 他不得把这里掀了 我们回家 夫妻对拜 那那当年 你是真的喜欢我 奇怪 为什么这里不连不上 真笨 你出剑之后左手落下 身子跟肩一起转 不就连上了吗 你是谁 竟敢投靠我们封建山庄的秘籍 爹也真是的 还不赶你们这帮人走 封建山庄一向周密 是不可能涉足你们两江狱的事情的 现在外面战事连绵 你们能中立到什么时候 你虽不惹局势 局势却会找上你 局势凭什么找上我们 你这个人静说胡话 外面的人有多险恶 你又怎么知道 秦门 今晚的月色这么美 不如和我一起赏月吧 李玄哥哥 十五 没白的 谢谢你 等了我这么多年 李玄哥哥 我鲁月儿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是你的人 月儿 等一切尘埃落定 我一定风风光光的让你驾进夜郊 好 我等你 夫妻对拜 李成 好 好 王 王 王 遇到 不错 不愧是我们最为看中的夜斐玄 果然一表人才 八王爷 您此次前来是代表陛下的吧 陛下听说了朕南王和朕北王的事 有了新的想法 众人皆知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朕闻天命有常 国家有法 功勋有赏 叶北璇 忠贞不渝 智与双拳 屡见其功 为国镇守北江 宝静安明 功勋卓著 金镇特赐封号 以示嘉奖 自封叶北璇为朕国王 霍军大将军 赐金印子兽 望而叶北璇继续忠于职守 勤勉之国 辅民安邦 无负阵望 亲此 叶北璇 接旨 陛下希望 你们统领南疆和北疆 出兵匈奴 养我大下国威 谢陛下信任 我必不会攻击陛下所托 将南疆北疆一同 养我大下国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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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